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爸爸不喜欢我,我很小就知道,因为我不是他想要的男孩。 城里的堂哥们回来时,爸爸总让妈妈杀鸡仔鹅,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 他让堂哥们骑在肩上,带着他们满村转悠。 笑咪咪地跟每一个碰到的人说,这是我养在城里的儿子,是不是跟我长得很像? 但他平时连一个微笑都不肯给我,不管我犯多细小的错误,都会招来他阴沉沉的目光和厌恶的话语,再闯祸,老子就把你送走。 生你前,朕应该去照个币钞。 没错,怀我时,人人都说妈妈肚子尖尖,是个儿子。 有人建议爸爸去照一照,比较保险。 他不舍得花那钱,加上妈妈那时偏好吃酸,他还梦见爷爷说他后继友人。 这才有了我。 农村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逗我。 你要不听话,你爸妈会把你卖到山沟沟里给野人当老婆。 于他们是随口一说的玩笑,于我而言却是如影随形的噩梦。 为了不被卖掉,我特别乖。 就算被开水烫到,我也咬紧牙不哭。 即使外面小贩卖冰棍的声音再大,我也能忍住不要。 小小的我就会烧火煮饭。 小小的我就能给爸爸端息嚼水。 小小的我帮忙收稻子时被蛇咬了一口,半条腿都肿了。 妈妈找来土方帮我上药,红着眼问我,疼不疼。 还好那蛇没毒,爸爸很不耐烦,那么大一条蛇看不到。 一双眼睛是白长的吗? 就他明堂多。 我担心他又动念头把我送走。 忍着眼泪小声说,妈妈,我一点都不疼。 我一会就能夏天继续干活。 后来妈妈让我留在家里做饭,我没控制好火后,饭糊了。 爸爸吃到微微发苦的饭里,气得甩了我一巴掌。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生你有什么用? 妈妈为我辩解,他才五岁多。 爸爸更气了,他都五岁了,这几年你肚子咋一点动静也没有。 他要是个带靶的,我叫他爹都行。 你又不是没听到村里那些人怎么说的。 我跟姐姐都是女孩,妈妈这几年肚子又一直没动静。 村里人都说,爸爸怕是要绝后了。 村里修族谱,家家都要兑钱。 轮到我家时,有人说,胡粮就不用出了,他哥出了就行。 他没儿子往后跟就断了,咱还让人出钱,这不合适。 当着村里人爸爸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回来后,关起门喝闷酒。 喝多了要打妈妈。 我跟姐姐上前护妈妈,爸爸一脚踹在我胸口。 滚! 你要是儿子,老子还要受这份气。 妈妈把我和姐姐推进厢房,自己承受着爸爸的怒火。 隔着破旧的门飞,摔大碰撞的声音,狠狠撞击着我的心脏。 我听到妈妈哭着说,是我不想生儿子吗? 那时候,我是不是劝过你去照下必钞? 你自己不舍得花钱,现在全怪我。 二妹都生下来了,我能怎么办? 塞回肚子里,给你变个儿子出来吗? 大我三岁的姐姐皱着眉说, 以前没你的时候,爸爸妈妈从来不吵架的。 要是妈妈没生你就好了。 厢房没有开灯。 西伯月光透过窗户,如刀片一般,秘密插进我身上。 我是老二,还是女孩? 这好像是刻入骨髓的原罪。 那晚妈妈脸肿了,腿也一瘸一拐。 我哭着跟她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个男孩。 对不起,让你生下了我。 妈妈一下一下摸着我的头,深深地叹息,我要是有很多钱就好了。 有很多钱会怎样呢? 她没有说。 爸妈的关系陷入僵局,姐姐对我越发敌视。 我终日惶惶自责。 只能更加乖巧懂事,沉默寡言地承担着几乎全部的家务。 一个多月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妈妈在吃饭时突然吐了,她怀孕了。 爸爸的精气神立马就回来了,每天都摸着妈妈肚子喊,乖儿子。 妈妈也满心期盼,这次可一定要给你们生个弟弟。 那会计划生育正言,父女主任的眼睛紧盯着村里每个士领女人的肚皮。 妈妈说,此前六婶怀孕八个多月,被发现后拖走打了针。 孩子生下来后还会动,被寄生伴的人塞进塑料袋,连夜扔到河里。 爸妈叮嘱我跟姐姐一定要严格保密,千万不能说漏嘴。 爸爸这次学乖了,到了月份,迫不及待找了个黑诊所照了照。 是个男孩,那天回来她喝了半斤白酒,兴奋地喊,老天有眼,我胡梁也要有儿子了。 看谁还敢说我绝后,吓得妈妈赶紧捂住她的嘴,你小声点,别被人听见。 是的,乡下有不少正义感爆棚,热衷于举报的人。 我比任何人都期盼着弟弟快些出来。 几天后,姐姐跟伙伴们玩游戏,有个输了的男孩气急败坏地说, 你赢了有什么用,你又没弟弟,你家没儿子,你迟早要嫁人。 姐姐气不过,吼道,谁说的,我有弟弟,在妈妈肚子里。 没多久,妇女主任闻着胃,带人来家里,要抓妈妈去做检查。 爸爸扛着锄头站门口,杨白强,你今天敢带走我老婆,明天我就一锄头挖死你一双儿女。 你自己有儿有女,就要断别人的根,你干了多少缺德事,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妇女主任耿着脖子,我在执行国家政策。 你不配合是犯法,可以送你去坐牢。 双方僵持不下,谁也不肯退让。 眼看对方人多势众,要将妈妈带走,爸爸突然指着我大吼一声,谁说我违反政策,二妹不是我的女儿。 你们谁亲眼见到小兰生她了? 她是我从外面捡的,到现在都没上户口。 我家还有生儿子的指标,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落在我的脸上。 眼泪一下就涌满我的眼眶。 我张了张嘴,想唤一声爸爸。 她却恶狠狠地说,闭嘴,你是我捡的,我不是你亲爸,我明天就把你送走。 我转头看向妈妈,她红着眼冲我摇摇头。 爸爸,妈妈,多么简单的发音,就连一岁至儿都会。 可是那一刻,无论我怎么努力地张嘴,喉咙里都发不出一丝的声音。 明明犯错的不是我,但我却被当众抛弃了。 父女主任不信这套说辞,这时奶奶拄着拐杖出现。 她嗓门其大,二妹是我家老大胡善的女儿,寄养在乡下。 明天我就让老大来,将她带走。 那时候闹鸡晃,你爸要不是喝了我给的粥,命就没了。 你们想动我儿媳妇,先要你爸把命还给我。 城里的大伯第二天一早,风风活活赶回来。 他不肯接受我,家闻和家午上初中了,正是要紧时候, 我跟苗苗根本疼不出时间照顾二妹。 一双女儿也挺好的,好好培养女娃,不比男娃差。 爸爸怒了,你自己一对双胞胎儿子,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觉得女儿好,就用二妹换家闻或者家午当我儿子,你愿意吗? 奶奶用拐杖敲着地面,实在不行,就把二妹送去给人做同养席吧, 还能收一笔营养费。 天阴沉沉沉地,暴雨将至。 我赤着脚坐在屋檐下,夏日的热风掀起我破旧的衣角, 如冰刀,骗过我腰间的皮肤。 好凉,好痛。 奶奶好言相劝加道德绑架, 但大伯不肯松口。 养育一个孩子,责任重大,他不想扛。 奶奶咒骂,爸爸也在发脾气。 大伯甩开他们从堂屋出来,看像坐在廊下的我。 我知道只有这一次机会,我必须为自己的人生争取点什么。 我把手里用棕榈嫩叶编织的蝴蝶递给他,轻声地说, 我上次答应大妈给他编一只蝴蝶。 我学了好多天,但还是不太好看,请他不要嫌弃。 大伯低头看我的手,上面有深深浅浅的伤痕, 有昨晚爬树掰棕驴留下的血稻子, 有打猪草的割伤,开水的烫伤,烧火的疗伤。 乡下孩子没那么金贵,这些小伤全靠自愈。 大伯接过蝴蝶,转身就走,还是不行呢? 或许我注定是要去大山里给人做铜养席的。 心坠入深渊,我紧紧捏着拳头,告诉自己不要哭。 不被爱的孩子,哭泣不会获得同情,只会迎来漫马, 但实在忍不住,眼泪争先恐后坠落,世界一片模糊。 也不知过了多久,眼前出现一个朦胧的身影。 大伯去而复返,将我从地上拔起来, 快去收拾两件衣服跟我走,马上要下雨了。 我一直都是穿姐姐的旧衣服,绝大部分都破了洞。 妈妈从姐姐的衣服里挑了两件给我, 她气得哇哇叫,那是我的,凭什么给她? 妈妈瞪她,妹妹要去大伯家,穿得破破烂烂的,太丢人了。 我跟你爸次次迁就你,她如今要走了,就让一回她怎么了? 妈妈摸着我的头发,红着眼说, 你就去大伯家借助一段时间,等弟弟生下来了, 爸妈再去接你。 临走时,姐姐气鼓鼓地说, 真羡慕你,以后可以跟大伯大妈一起住城里的楼房。 你心里肯定开心坏了。 不,我如履薄冰。 大伯领我进门,大妈当着我的面就摔了碗。 胡善,你出门的时候怎么答应我的? 两个儿子还不够折磨我吗? 你嫌我死得不够快是不是? 现在立刻马上把人给我送回去。 大伯拿出蝴蝶,扯着他进了屋。 大妈的咆哮还在继续,请神荣誉送神男, 你收了他就不可能还能送回去。 衣食住行加上读书,样样都是钱, 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 现在厂里的业绩又不好。 我放下小小的包袱,拿了扫把扫干净破碗, 又搬了个小凳子去厨房。 大妈从房间气冲冲出来, 我已经把豆角和空心菜洗好, 正站在凳子上切辣椒。 她站在我身后,乌沉沉发问, 你在干嘛? 吓得我手一滑,菜刀割到手指上。 我赶紧捏住拳头,把手藏在背后, 讨好地朝她挤出笑容。 大妈,我会做很多家务的, 我吃得也很少。 妈妈说,等弟弟生下来就接我回去。 厨房采光不好,暗沉沉的。 大妈盯着我一言不发, 我的笑维持不下去,眼睛很痒。 我下意识拿手揉了揉, 辛辣一触即发,眼泪哗哗直掉。 大伯推推大妈, 低声道, 看你把孩子吓得。 傍晚嘉文哥和嘉武哥回来了。 嘉文哥淡漠, 点点头算是招呼, 嘉武哥笑眯眯摸我的头。 二妹,你又晒黑了, 这样下去你要变黑探头了。 晚饭桌上, 大伯说, 二妹要在这住一段时间, 你们兄弟俩暂时挤一挤, 给他腾个房间出来。 嘉文哥面无表情, 我不想动。 嘉武哥挠挠头, 我东西那么多, 我也不想动。 大妈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吼道, 都不动, 让二妹睡楼道吗? 睡沙发, 我赶紧小声强调, 我喜欢睡沙发。 吃完饭我擦桌子洗碗, 又给哥哥们把房间扫过, 才在沙发躺下。 老师的暗红色石木沙发, 变了毯子, 依然硬邦邦。 客厅空旷没有开灯, 月光落满我一身。 原来城市的夜, 没有蛙鸣, 没有鸟叫, 没有风声, 没有大妈婶子的欢笑和咒骂, 只有汽车的喇叭声, 还有我孤独的心跳。 那段时间, 我很小心翼翼, 吃饭只吃半碗, 尽量少吃菜, 更不会主动加肉吃。 学会了用煤气皂, 洗衣机和心事的拖把, 会在哥哥们上学时, 把他们的窗户和桌子擦得一尘不染。 怕他们嫌我吵, 除非他们跟我说话, 我从不主动开口, 安静地像个哑巴。 大伯说我白天可以在家看动画片, 但看电视费电, 所以我也没开过。 哥哥们的球鞋扔在门口, 脏得不像样。 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将两双鞋刷得雪白。 大妈下班回来, 看着那两双鞋, 突然哈哈笑。 我很茫然, 等到哥哥们回来, 才知道原因。 大妈跟他们说, 二妹今天帮你们把鞋刷得像新的一样, 暂时就先不给你们买新球鞋了。 家文哥皱了眉, 家五哥嗷嗷叫。 二妹, 你闲得没事在家看电视不好吗? 我将泡皱的手搅在一起, 小声地说,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们想买新鞋。 家文哥横他一眼, 吃你的饭吧。 吵死了, 家五哥抱着大妈胳膊好一阵死疲赖脸的恳求。 大妈拿出背包, 鞋子不能买, 但今天常理总算发了三个月工资, 给你们点零花钱吧。 大伯大妈都在造纸厂上班, 那会业绩不好。 常理已经拖欠了将近一年的工资, 这次能发出钱是卖了一批设备。 他给两个哥哥一人拿了两块后, 准备拉上包包。 大伯瞧了他一眼, 他轻哼了一声, 抽出一块塞给我, 拿去吧。 那时五分钱可以买一袋冰水, 两毛钱能买一瓶滑滑蛋。 一块钱对我来说是巨款了。 我赶紧拒绝, 大伯摸摸我的头, 拿着吧, 你做这么多家务, 这是应得的。 你大妈这只铁公鸡, 难得拔毛。 气得大妈掐了他一把, 大妈的确很节俭, 夜里上厕所, 从不舍得开灯。 桃米水流着洗菜, 洗菜水又流着冲厕所。 家里的瓶瓶罐罐 都被他种上了菜秧子。 大大小小的纸片, 生锈的铁皮 都积累起来卖废品。 买菜总挑最便宜的, 还会从菜贩子那顺几根葱。 吃饭时, 大伯说起棉麻公司的职工宿舍, 昨天遭贼, 好些人家丢了钱丢了东西。 那会大家都用现金, 小偷很多。 大伯家在四楼, 没有安防倒窗。 大妈警觉起来, 今天下班太晚了, 明天我就把钱存银行去。 饭后, 家五哥拿着钱下楼去买吃的, 问我要不要一起。 我拒绝了。 钱虽然给了我, 但我不觉得是我的, 不敢花。 没一会, 家五哥上来了, 给我带了一根棒棒糖。 压低声音, 哥请你吃, 下次别给我洗鞋了。 家文哥逆他一眼, 他立马捂紧自己口袋, 你自己有钱, 别打我的主意。 因为自作主张, 洗鞋惹了哥哥们不开心, 我这一晚睡得并不踏实。 迷糊间听到嘻嘻嘶嘶嘶的声音。 月光暗淡, 我睁眼看到客厅的窗户开了。 明明睡觉前, 我是关上的呀。 在定睛一瞧, 有个瘦小的人影站在大门边, 正伸手要开门。 我试探性教, 二哥。 乌云恰好散开, 我看到了一张陌生的脸。 他手里还抓着大妈的包, 是小偷。 那一刻我也顾不上许多, 一把从沙发上跳起来, 用力拽住那个包, 大喊, 抓小偷, 抓小偷。 门锁已被打开。 但我拽着包不撒手, 小偷气得抽出匕首, 往我手臂上一划。 痛! 鲜血迅速涌出, 可我依然不肯放手。 小偷气急败坏, 想捅我。 好在这时主卧门开了, 大伯吼着跑出来, 赶伤我侄女, 我弄死你。 小偷松了包, 拔腿就跑。 大伯和家武哥 大声呼喊着追上去, 家文哥则一把 将瑟瑟发抖的我拽起, 扯了枕巾按住我的伤口, 又去餐边柜里翻药箱。 大妈也急匆匆出来, 她看到我胳膊上满是血, 大怒, 你脑壳烧坏了。 她手上有刀, 你还跟她对着干。 你嫌自己命太长, 想早点死是不是? 当时顾不上害怕, 如今我却控制不住地颤抖。 我将笼在怀里的包递给大妈, 挤出讨好的笑。 大妈, 你快看看, 工资是不是都在。 大妈愣住了, 她拉开包瞧了一眼, 钱都在。 我整个人贪软下来, 那就好。 拖了那么久, 才发三个月工资, 要是丢了, 不知大伯大妈会有多难过。 大妈狠狠训我, 下次别这么蠢, 人肉能挡得住刀子。 要是那人下狠手, 你现在命都没了。 她接过嘉文哥递来的药箱, 给我包扎, 楼下传来阵阵喧哗。 家属愿大家齐心协力, 已经把小偷抓住了。 嘉文哥下去看热闹。 我跟大妈走到窗边, 看到她挤进最里面一圈, 狠狠踹了小偷两脚。 没多久, 警察过来将鼻青脸肿的小偷带走, 又叫大伯和参与抓小偷的人去露口供。 众人还在楼下热聊, 大妈叫嘉文嘉五哥回来睡觉。 我的伤口已经包扎好, 准备缩回沙发上。 大妈将我拎起来, 你大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 你今晚跟我睡吧。 大妈的床有席梦丝, 很软。 我做了一个美梦, 梦见自己变成了豌豆公主, 睡在云朵一样柔软的床上。 婢女问我, 豌豆在哪里? 我从左边滚到右边, 再从右边滚到左边, 用每一寸皮肤去感受, 怎么都找不到那个小小疙瘩。 我急得满头大汗, 猛地一下被惊醒, 清晨的阳光照耀着 我瘦巴巴黑曲曲的双腿。 哦,原来我这个公主是个冒牌货, 大妈已经做好了早餐, 家文哥吃完了自己的煎蛋, 还觉得不够。 我赶紧把盘子推过去, 我吃饱了, 大哥这给你吃。 他毫不客气加过去, 大伯训他, 二妹昨晚瘦了下, 你还抢他的蛋吃。 他包着一口煎蛋, 含含糊糊糊地说, 不白吃, 晚上让妹妹住我房间, 我跟家武睡一个屋。 家武哥瞪大眼睛, 跟我睡一个屋,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家文哥咽下鸡蛋, 不耐烦看向他, 问, 那你同意吗? 家武哥嘴巴张了又张, 求助地看向大妈, 妈, 妈, 大妈没个好气, 叫我干嘛, 你要不同意, 你自己拒绝他。 家武哥不敢, 他可怜巴巴瞧我一眼, 任命开口, 行吧。 二妹是不能睡客厅, 万一再来, 小偷咋办? 家文哥是年级第一, 站在了家里食物链的顶端。 家武哥总抄家文哥的作业, 所以不敢得罪他。 小偷事件后, 没两天, 哥哥们就放了暑假, 大妈带他们去买夏装, 随便挑了两件短袖, 却认认真真给我选了条裙子, 为了便宜两块钱, 跟老板磨了半个小时的价。 十八块一条的裙子, 我哪配? 我惶恐拒绝。 大妈拉长脸, 女孩就要有女孩呀, 天天穿你姐衣服, 大的像是在唱戏。 厂里的人看到都丢我的脸。 家武哥夸我好看, 老板娘让我别拖了。 就这么穿着走吗? 确实漂亮, 不枉费你妈挪了这么久的架。 大妈没说我不是她女儿, 我也没有辩解。 那一刻我心里甚至有隐秘的期盼, 要她真是我妈妈就好了。 我可以收获两个那么好的哥哥,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条独属于自己的公主群。 夏日的风热辣, 卷过我裸露的小腿, 吹动粉色的裙摆, 把我的一颗心也吹得飘飘荡荡, 幸福地落不到实处。 大妈下了血本, 买了八斤小龙虾, 说今晚要让我们吃个够。 家武哥嚷嚷着, 一定要多放点辣椒。 家文哥说要单独留一份不辣的给我。 我笑着说, 没关系, 那我就多喝点水。 话还没说完, 拐过楼梯, 我看到挺着肚子, 拎着一小包鸡蛋的妈妈, 还有站她身边的姐姐。 妈妈红着眼, 上下打量我, 二妹, 你瘦了。 姐姐则是紧紧盯着我的新裙子, 满是嫉妒。 大妈将他们迎进屋, 妈妈抹着眼泪, 感谢她对我的照顾。 姐姐则进了房间, 这里摸摸那里看看, 还打开衣柜翻来翻去。 极度地问, 这以前不是家文哥房间吗? 暂时给我住几天。 姐姐上下打量我, 命令道, 把你裙子脱下来, 让我试试。 她掠夺我的东西, 向来如此自然。 这一次我却生出反抗的心思, 你穿不下的。 虽然刻意买大了一码, 但大我三岁的姐姐肯定穿不进去。 姐姐伸手来扯我拉链, 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使劲挣扎, 你肯定穿不下, 别给我扯坏了。 争执间, 房门之嘎一声开了。 家文哥面无表情站在门口, 一如初见我时那般, 淡漠地看向姐姐, 出来晚安, 别碰坏我屋里的东西。 姐姐见了他, 就像老鼠见了猫, 立马乖巧。 家文哥走到我背后, 将姐姐拽下来的拉链重新拉上, 换了语气, 书桌上有我给你借的漫画书, 去看吧。 妈妈找了个机会进了房间, 拉着我的手掉眼泪, 是妈没用, 让你受苦了。 我摇摇头, 没有, 大妈和哥哥们对我挺好的。 妈妈擦了眼泪, 盯着我的眼睛问, 二妹, 你大伯和大妈的常理, 前段时间是不是发工资了? 我心里一咯噔, 摇摇头, 我不知道。 妈妈轻叹口气, 他们果然还是防着你。 大妈把八斤龙虾都烧了, 特意弄出一叠不放辣椒的放在我面前。 姐姐一个又一个的家, 为了吃肉, 连头都不缩。 家五哥看得及死, 自己大块朵頤的同时, 还不忘用筷子剥了好多进我碗里, 吃个饭跟吃猫食一样, 你搞快点。 妈妈赶紧接话, 她在家也是这样的, 小家子气, 家五你别管她, 家五哥不高兴了。 她是我妹, 我怎么不管她? 姐姐大约是嫉妒吧? 吃到, 她是我亲妹妹, 我们今天就要把她带回去。 她嘴快说破来意, 妈妈便善善道, 这回来主要有两件事, 家里快双抢了, 我肚子大不方便, 所以想让二妹回去帮忙干点活。 家文哥皱起眉, 她才六岁, 能干什么活? 妈妈笑了, 大侄子, 乡下六岁的娃娃能干很多事了。 割到地道晒骨插秧煮饭宅菜, 这些二妹都会的。 大妈啼笑肉不笑地道, 挺好的。 二妹, 回去好好帮你妈妈干活, 伺候妈妈坐月子, 开学后要在乡下好好读书, 照顾弟弟。 等以后寒暑假, 欢迎你还来大妈家玩。 我的手放在桌下, 紧紧搅在一起。 妈妈越听越不对劲, 脸色都变了。 嫂子, 我只是让二妹暑假回去帮个忙, 忙完她还是要回你这来的。 大妈都笑了, 弟妹, 你把我这当什么? 孩子养在我这, 你今天叫回去双抢, 明天叫回去伺候你月子, 我花钱替你养个劳动力是不是? 她点着自己额头, 你看我这是不是写着观音菩萨四个大字? 我本来就不同意再养个孩子。 你要给我来这套, 今天就把二妹带走, 以后也别送过来了。 妈妈请求地看向大伯, 大伯挠挠头, 弟妹你知道的, 我家都是你嫂子做主。 妈妈一脸失望, 挤出一点笑容, 那就算了, 干活的事我们自己克服一下。 其实我这次来还有见识, 收完稻子要离田下肥料, 我跟胡梁手上没钱, 想跟你们借点。 一向是如此, 爸爸好面子, 这种舔着脸求人借钱的事, 他总是指挥妈妈来做。 大妈的脸色不太好看, 厂里一直拖欠工资, 我跟你大哥也没钱。 妈妈急急道, 可你们厂里前段时间不是发了工资吗? 一时间, 大妈, 家文家五哥的目光都向我看来。 我急急辩解, 不是我说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妈妈开始抹眼泪, 说自己为了生个儿子多不容易, 说家里多困难, 说他独自照顾奶奶多难, 说自己蠢笨, 不比大妈运气好能嫁给大伯这样的好男人。 如过去的很多次, 他来大伯家借钱一班, 他催促我, 二妹, 你帮我求求你大伯大妈。 要是晚到重不下去, 到时候你弟弟出生, 连饭都没得吃。 以前我不懂, 也不敢违背。 虽然骚得满脸通红, 但还是会如他的心意, 细生细气地央求带博大妈。 可是,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 来承受这份尴尬和屈辱? 弟弟能不能吃上饭,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紧紧抿着唇一言不发, 妈妈拧我的胳膊, 说呀, 你说呀。 家五哥将我拉起来护在身后, 你拧他干嘛, 他胳膊的伤还没好, 你没看见吗? 妈妈得知我为了保护大妈的包受了伤, 不停地念叨。 大伯抵不过, 最后借给他一百五十块。 他离开时, 将我叫到一边训斥, 你为了护他们的工资, 连命都差点丢了。 他们要真疼你, 工资至少得分你一半, 而不是拿一百五十块打发你。 姐姐酸里酸气, 这才在城里住几天, 胳膊肘就往外拐了, 真以为自己成了城里人吗? 我当然知道自己不是。 我身体里流淌着跟他一样, 来自父母的血, 暴躁懒惰无能的父亲, 愚昧算计又懦弱的母亲汇集成的血。 我怎么配得上给大伯和大妈当女儿? 妈妈见我红了眼, 又将我揽在怀里, 哽咽道, 是妈妈没用, 妈妈没钱。 妈妈要是有钱交罚款, 哪里舍得把你送给别人养? 妈妈也是不得已, 你别怪妈妈。 在大伯家要乖, 要记得你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 我才是你最亲的人。 小小的我, 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世上的亲情, 到底是以血液为束缚, 还是以爱为纽带。 但那个夏天我过得很幸福, 热了可以吹风扇, 渴了能吃西瓜。 家文哥说他不喜欢吃西瓜心, 会让我咬西瓜中间最甜不用徒子的那一口。 家文哥会从游戏厅夹公主娃娃给我, 但我时常会做噩梦。 梦见自己现在深深的稻田里, 那条无毒的水蛇紧紧缠着我的腿, 不让我逃走。 很快暑假就即将结束, 大伯这天在晚饭桌跟大妈说, 二妹已经六岁多了, 过了暑假该送他去上学了, 你觉得呢? 其实去年我就该上学前班了, 但因为没户口, 又要收钱, 爸妈便一直拖着。 大妈翻着白眼冷嘲热讽, 哟, 当初你把人带回来, 可没征求我同意, 这会儿装模作样起来了, 送不送他读书, 还不是你这个一家之主定吗? 上学就得有大名, 大伯翻了好几晚上的诗经, 最后给我定下文音, 胡文音, 他得意洋洋, 这寓意着你文采出众, 卓尔不群。 聪慧机敏, 品行高洁, 家五哥靠在门边酸溜溜, 给妹妹取名这么费心, 我跟我哥的名字怎么就这么敷衍? 大妈一巴掌拍他头上, 你们的名字是我取的, 文武双拳, 哪里敷衍? 你对这名字不满意吗? 打得家五哥四处乱窜, 马上认怂, 我错了, 妈, 我对这名字特满意, 什么天降奇才才能取得出这样完美的名字啊? 因为我户口不匹配, 上学除了学杂费, 还得交一笔借读费, 然而就算这样, 附近的小学也拒绝接纳我, 气得大伯直瞪眼, 我钱都交了, 他们凭什么不收文音? 最后还是大妈四处找人, 发现她表妹的堂弟媳妇是校长老婆的妹妹, 摊上这层关系, 又带着家文哥一起去给校长送了烟酒, 校长才松口, 家五哥上赶着挨队, 你带家文干嘛? 大妈横他一眼, 展现优秀案例, 你要跟家文一样成绩好, 我也带你去展示展示, 让人校长觉得只要从咱家这扇门出去的, 成绩都差不了, 天生你不争气, 家属院的人知道上学的事都在问大妈, 你真准备送她读书, 给口饭吃, 让她在家帮你干点活就算了, 咱们场效益不好, 两个儿子还不够你瘦的, 大妈哼哼, 我男人的意思, 我能咋办? 其实家属院里人人都知道我身份, 他们明里暗里都在说大伯大妈傻, 自己穷得叮当响, 还要替弟弟养孩子, 要是真想要个女儿, 也该去抱个小的不济世的, 这才养得熟, 因为家用紧张, 大妈买了不少毛线在家勾鞋子, 等着天冷拿去卖, 大伯下班后匆匆扒了两口饭, 就去跑磨的, 但小县城晚上人本就不多, 而磨的师傅却不少, 也补贴不了太多家用, 下去东来, 妈妈顺利生下来皇太子, 大妈没钱给我买新棉袄, 但她从同事姑娘那儿, 扒了了些八九成新的衣服, 喜喜晒晒, 又用翘手给我缝了几朵花, 穿上去参加弟弟的洗三宴, 明明家里穷得叮当响, 可爸爸为了庆祝弟弟的到来, 打肿脸充胖子, 发的烟都是金白纱, 人人都夸弟弟好看, 可我觉得他实在丑陋, 皱巴巴黑曲曲, 脸上还有一层细碎的白膜, 妈妈喜气洋洋哽咽道, 总算生出了儿子, 看以后谁还在背后议论我家吴后, 她拉住我的手, 动情地说, 二妹, 这是你亲弟, 以后一定要护着弟弟, 知道吗? 我看着妈妈的眼睛, 说, 妈, 我有名字了, 我叫胡文音, 我不想跟村里其他人家第二个女孩一样, 统称为二妹, 来来往往的客人大多认识我, 他们也都换我二妹, 二妹, 你长高了不少, 二妹, 你变白了, 二妹, 你大妈把你养白胖喽, 我认认真真跟每一个人解释, 大伯给我取名了, 我现在叫胡文音, 叼着烟斗的爷爷们沈笑着, 这名字真傲口, 谁记得住, 皇位继承人的三朝是大喜事, 村里人都来了, 家里忙得脚不沾地, 大伯大妈也帮着接待客人, 我正在屋檐下透气, 爸爸走过来一把拎住我耳朵, 懒货, 大家都忙着, 就你在这偷懒, 还不快去造下帮你姐姐烧火, 我正开它, 回队, 大妈说我回来是做客的, 不需要干活, 我不去, 说着我就往外跑了, 将爸爸的咒骂远远甩在身后, 我一路跑到茶山, 在茶树丛里逛了很久, 听着放过鞭炮, 估摸着所有的客人都入席, 菜叶上的差不多了, 才往回走, 远远地就看到一群人围在池塘那, 拿着棍子在捞什么东西, 家文家五哥扶着焦急的大妈, 大伯着急忙慌脱了外套和鞋, 正要往池塘里跳, 我凑过去, 好奇地问, 谁掉池塘里去了吗? 大妈慢慢转过头来, 眼泪汪汪, 一顺不顺地盯着我看了几秒后, 突然发出河东湿吼, 小兔崽子, 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 一个爱的巴掌, 结结实实打在我屁股上, 原来池塘中央飘着一片红衣角, 恰好跟我的棉袋一个色, 大妈大伯到了饭点, 到处找不到我, 以为我跟爸爸吵架后, 跳池塘了, 大妈打一下还不解恨, 两个哥哥和大伯赶紧拉架, 人没事就好, 别吓到孩子, 爸爸得知我找到了也赶过来, 一巴掌往我脸上甩, 今天是你弟弟三朝大喜的日子, 你故意整这一出事步, 你就这么见不得你弟好吗? 大妈眼疾手快, 一把将我拽到身后, 怒道, 胡良你够了, 要不是你让他去烧火, 他能气得往外跑, 我清早起来给他扎辫子, 换干净衣服鞋子, 不是为了来着烧火的, 他一个六七岁的嫩妹子有什么错? 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 大妈发起飙来, 可是连一贯蛮横的奶奶都要退避三分, 爸爸不敢跟他打擂台, 只恶狠狠盯着我, 你要再赶出幺蛾子,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众人也纷纷责备我不懂事胡闹, 大妈怒火未消, 推了我一把, 滚远点, 别在我面前晃, 我朝他蹭过去, 伸手从兜里掏出一把东西递给他, 大妈, 你别生气了, 我刚才是给你找东西去了, 是一把粗细均匀的茶树棍子, 大妈有一对耳洞, 却不舍得买金银佩戴, 她怕耳洞堵了, 日常都是用一对茶树棍穿着, 但上个月那对棍子丢了, 当时嘉武哥说给他从外面折一对棍子穿上, 大妈说, 必须得是冬天干了的茶棍子才行, 不然容易发言, 可县城里没有茶树, 我捧着那些棍子, 小声解释, 我都是挑得最干的那种, 有大有小, 你看哪根合适, 大妈的手指在我掌心拨弄, 没有说话, 我仰头看他, 等我以后长大挣钱了, 给你买银耳环金耳环, 我马上七岁了, 我很快就能长大了, 我一定给你买, 大妈扑吃一笑, 眼泪趴地掉在我掌心, 就你会画饼, 等你长大, 我早就过了戴耳环的年纪了, 他挑了根茶树棍折成两截, 让大伯帮忙塞进耳洞里, 又把其他的棍子都收进口袋, 收了你几根不要钱的茶树棍子, 要供你吃喝, 想想我还是亏了, 他牵起我的手, 开席了, 吃饭去吧, 这一幕好多村民瞧见了, 大家都打去, 大妈说没白养我, 大妈傲娇地抬起下巴, 那当然, 他要是个没良心的, 我一粒饭都不会给他吃, 事情传到妈妈的耳朵里, 他吃醋又伤心, 你真的是个白眼狼, 我费心费力带你五年多, 没看到你给我折一对茶树棍子, 有过的, 妈妈, 我那时用很多很多野花, 给你编了一条项链, 你很嫌弃, 说着又不是真项链, 转身就扔到了猪草里, 爸妈得了弟弟, 更加不把我这个女儿放心上了, 我也不难过, 因为大伯大妈和哥哥对我很好, 只是不幸的日子度日如年, 幸福的日子却转瞬即逝, 转眼我快上小学三年级, 那个夏天发生了很多事, 嘉文嘉武哥都考上了一中, 嘉文哥靠的是过硬的成绩, 嘉武哥则是走的体育特长生的路子, 这本来是大喜事, 但就在同一天, 大伯和大妈被通知要买断功龄下岗, 那时候快四十的年纪双双从国企下岗, 可比现在四十岁程序员失业要严重得多, 因为人到中年, 没技术也没存款, 买断功龄能拿到的, 只是很小的一笔补贴, 难以支撑两个哥哥完成高中三年的学业, 其实一切早有征兆, 工资拖欠了一年多, 大妈已经快三年都没买过新衣服, 家里的荤菜由两天一次变成三天一次变成一周一次, 为了省点水费, 水龙头常年开到最小, 一滴滴即一整晚, 而乡下爸妈那边, 弟弟从出生后, 总是大病小病不断, 现成的医生说, 最好带去省里, 让大医院做做检查, 开点抵抗免疫力的药, 爸爸来找大伯大妈借过钱, 可眼下这情况, 大伯也无能为力, 下岗流程走得很快, 拿到补贴那晚, 客厅昏黄的灯泡下, 大妈将那一打薄薄的钱竖了一遍又一遍, 沉沉叹息, 这点钱怎么供得起三个孩子读书, 两个哥哥读完三年高中, 还有大学, 而我现在才刚上三年级, 往后还得很多很多年才行, 大伯宽慰, 走一步看一步, 别太愁, 只是他紧锁的眉头, 让这个安慰显得那么单薄, 我一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 爸爸妈妈和奶奶居然来了, 大妈和奶奶一向不对付, 所以这些年, 奶奶一次也没来过城里, 都是逢年过节, 大伯拎着东西去乡下看他, 他撑着拐杖, 发黄的眼珠沉沉朝我看来, 道, 小善, 苗苗, 你们下岗的事我都听说了, 我今天来, 是给你们减轻负担的, 大妈喝了一声, 妈难道还有私房钱贴补给我们? 奶奶皱紧眉头, 我哪来的私房钱? 但是我找到了生前的门路, 他一字一句, 名圣村的王麻子愿意出三万块钱, 招个童养席, 我拿二妹的八字给他看过, 跟他儿子正好合得上, 大妈惊道, 他儿子是个傻子, 十五岁了, 使尿还在裤裆里, 这怎么行? 奶奶深深叹息, 她要是个正常的, 会舍得出三万块钱吗? 把二妹送过去, 一来你们可以省下 供她吃喝读书的钱, 二来那三万块到手后, 你们拿一万, 小梁拿两万, 有了这两万, 药祖可以去省里检查检查, 你们那一万块省着点, 也够家闻三年读书的钱了,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 我知道这样委屈了二妹, 但她是个女娃, 迟早要嫁人的, 嫁给谁不是嫁, 奶奶说话间, 妈妈红着眼拉我的手, 二妹, 妈妈打听过了, 那孩子虽然蠢, 但王麻子夫妻心地不错, 你去他们家, 也不会受太多罪, 这样一来, 你离家近, 假如受了什么委屈, 我跟你爸爸也可以为你撑腰, 弟弟总是病, 县医院又看不出个所以然, 妈妈只有他这一个儿子, 也是没办法, 是啊, 儿子只有一个, 女儿却有俩, 所以可以很轻易地牺牲我, 奶奶紧紧盯着我, 这几年, 你大妈大伯对你掏心掏肺, 为你花了不少钱, 现在他们正是困难, 该是你回报的时候到了, 我昨天已经收了三千块定金, 你一会收拾东西, 我跟你爸爸送你去王麻子呢, 现在听起来格外荒谬, 十来岁的姑娘, 像商品一样先付定金, 等收到人后再付尾款, 但在那时的乡下, 也并不罕见, 他们总有很多理由, 送走家里的孩子, 太穷了养不起, 要生个男孩, 要换钱给家人治病等等, 可奇怪的就是, 哪怕千辛万苦, 他们也不会送走家里的男孩, 大伯和大妈没吭声, 妈妈拉着我的手, 一边哭, 一边跟我说对不起, 奶奶一遍遍说, 王麻子夫妇家情况不错, 我去了会享福, 他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人家, 眼泪沾满了眼眶, 我死死咬着嘴唇, 不准自己哭, 我甩开妈妈的手, 冷冷地说, 别哭了, 我看着恶心, 我宁愿你像爸爸一样, 对我横眉冷对, 动辄打骂, 也不愿看你一边说爱我, 一边狠狠伤我, 我跑出了门, 家属楼后有一条水沟, 一到夏日就会飘着许多浮瓶, 雨后水位高涨, 浮瓶随着流水飘零, 有时能碰到一块浮沫, 短暂得到安宁, 但在下一次更大暴雨涨水时, 它们还是会被冲走, 向着某个满是老鼠和蟑螂的阴沟而去, 啊, 我便是其中一朵无根的浮瓶啊, 永远都逃不过被暴雨支配的命运, 我在河边嚎啕大哭, 也不知哭了多久, 一抬头发现嘉文哥站我对面, 日头热辣, 将他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凉的影子, 裹在我身上, 我胡乱擦了几把眼泪, 仰着头问他, 大哥, 我现在要是去外面打工, 有没有人要我, 用童工是犯法的, 我眼泪扑速速又下来了, 别哭了, 你是个活生生的人, 不是他们能随便处理的物品, 梅医会嘉武哥也找了过来, 他热得满头大汗, 一把将我从地上拽起来, 道, 走, 先回家, 叔叔和小沈要是敢卖了你, 我就去公安局报警, 抓他们去坐牢, 买卖妇女是犯法的, 嗯, 嘉文哥弯了他一眼, 买卖妇女儿童是犯法的, 买卖妇女儿童是犯法的, 这是当时印在墙上, 随处可见的标语, 嘉武哥挠挠头, 就这么个意思, 嘉武哥把我拉回去, 嘉文哥给大伯大妈打了电话, 梅医会头发凌乱, 满头大汗的大妈匆匆回来, 上下查看我一番后, 给我后脑勺来了一巴掌, 吼道, 你一个人往外跑多危险, 我平时是不是教过你无数次, 女孩子不要一个人在街上晃, 你还往河边跑, 我一巴掌拍死你, 大伯和哥哥们赶紧拉住了他, 奶奶催促说时间不早了, 他跟王麻子约好了我何时会去他家, 让我赶紧收拾东西, 暴躁的嘉武哥忍不住了, 大声道, 不准带走文音, 拿卖妹妹的钱给我读书, 那我宁愿不读了, 对, 我不读了, 他双眼放光, 我反正成绩不好, 这次能进义中, 也是因为他们想留住嘉文, 我本来就不喜欢读书, 我可以去打工, 我打工工嘉文和文音读书, 嘉文哥道, 我不需要你供, 我打听过了, 义中对于年级前三有奖励政策, 不仅可以免除学杂费, 还能有生活补贴, 我只要保住自己的成绩, 可以不用家里花一分钱就读完高中, 我不需要文音的牺牲, 也不需要任何人的牺牲, 妈妈搓着手, 就算嘉文你不需要花钱, 但你爸妈养家五和二妹也很难, 而且我们定金都收了, 这是收不了场, 大妈看向我, 问,你想跟你妈回去吗? 妈妈阴阴窃窃看向我, 我避开她的视线, 看向大妈, 红着眼说, 在我心里, 她已经不是我妈妈了, 你才是我妈妈, 我早就把你当妈妈了, 这几年, 你跟大伯对我很好, 我心里一直记着, 我哽咽道, 如果你们需要我去王麻子家, 我就去, 大妈的胸口剧烈起伏, 大伯更是别过头, 悄悄擦眼泪, 妈妈神色复杂, 嫂子, 为了嘉文嘉武, 那你发句话吧, 大妈背过脸, 狠狠擦了一把眼睛, 冷笑, 为什么要卖我女儿, 去给你儿子看病, 要卖也是卖大妹, 她年龄更合适啊, 妈妈立马反驳, 那怎么行, 大妹脾气大, 受不了这样的委屈, 会闹的, 大妈和东施吼, 文音脾气好性子温顺, 所以柿子减软地捏, 文音已经认我当妈, 你跟寄生办的人也是这么说的, 你现在要带她回去, 我马上就跟寄生办的人举报, 你好好算算, 这三万块够不够交罚款, 妈妈张口结舌, 奶奶剁着拐杖, 你留着她也是个负担, 大妈吼道, 闭嘴, 你个死老太婆, 就是你这个死老太婆怂恿的, 你自己也是女人, 也当过女儿的, 你咋一点良心都没有, 你们今天敢把文音带走, 我马上就跟胡善离婚, 她掷地有声, 家闻家舞, 我要是跟你爸爸离婚, 你们是跟她还是跟我, 两位哥哥一口同声, 跟你, 大妈挺直腰杆, 听到没, 我到时候把你胡家两个孙子都带走, 把他们改跟我姓, 奶奶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指着大妈,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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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看向大伯, 你, 你, 大伯深深叹气, 妈, 妈你少管点闲事少操心, 非要看我家破人亡你才开心吗, 大妈举起扫把, 把奶奶和妈妈往外扫, 滚, 都滚出去, 一脑壳脏东西, 弄脏我家瓷砖地, 奶奶和妈妈被赶走了, 大伯站在窗口, 看着奶奶煮着拐杖颤微微的身影, 深深叹息, 家文哥走上前, 别别扭扭开口, 爸, 我刚才是配合妈演戏呢, 家武哥也赶紧道, 我也是, 我也是, 大伯双眼恢复神采, 这么说, 你们其实愿意跟着我, 家文哥转移话题, 爸, 妈在房间翻箱倒柜找什么呢, 大妈找到了户口本, 带上银行卡, 拉着大伯拽起我, 走, 去哪儿, 你弟指定还要来闹一场, 咱们去把文音的户口上了, 大伯大妈以前是常理职工, 生二胎就要被开除, 如今厂子倒闭了, 倒是不怕, 就是得交一大笔罚款, 还送了礼, 几乎花光了他和大伯的下岗补贴, 办理好手续, 大妈看着户口本上薄薄的一页纸, 皱着眉, 花了这么多钱, 就换了这一页纸, 真是不值, 大伯凑过去, 那现在咱把这纸交回去, 把钱要回来, 大妈一巴掌拍她头上, 进了国家单位的钱, 你还想要回去, 你咋不去银行抢劫嘞? 她把户口本甩到我手里, 认字簿, 自己仔细看看, 我伸手, 妈撒着胡文音三个字, 眼泪巴搭巴搭落下来, 在我十岁这年, 我总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户口本那页,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快点长大, 我一定要挣很多很多钱来孝顺大伯大妈, 大妈, 大伯, 谢谢你们, 大妈掏掏耳朵, 哟, 求我留下你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么叫的, 怎么之前都是装的, 我头摇得像是波浪鼓, 慢慢开口, 妈, 爸, 妈妈红了眼眶, 爸爸更是掉了眼泪, 好, 好, 他一遍遍摸着我的头, 好女儿, 爸爸一直想有个女儿, 那时候你妈查出双胞胎, 我就想着要是个龙凤胎就好了, 没想到生出一对儿子, 我可没少受罪, 我抱着他们的胳膊, 妈, 我以后给你买金项链, 爸, 我以后给你买茅台喝, 爸爸嘴里到后脑勺, 好, 茅台好, 还是女儿好, 妈妈吃笑, 金项链有没有我不知道, 但有你女儿天天给我们化饼, 我们肯定饿不死, 他就是嘴硬心软, 回家张罗了一大桌菜, 二哥惊呼, 妈, 咱吃完这顿, 日子不过了, 呸呸呸, 今天是你媚上户口本大喜的日子, 就跟他出生一样重要, 不懂别乱叫, 我喝了雪碧, 叫了爸爸, 妈妈, 叫了大哥二哥, 做了个长长的梦, 梦见我睡在又大又软的床上, 滚了一圈, 很快就找到了那颗个人的豌豆, 婢女齐齐惊呼, 公主, 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公主, 大妈果然对胡良很了解, 她很快就找上门, 大吵大闹, 要将我带走, 她是我的种, 你们养了几年, 就要据为己有, 没有这样的好事, 说到底, 你们就是觉得钱太少了, 大不了那三万块, 咱们兑半分, 给你们一万五, 这总够了吧, 妈妈插着腰, 老娘一分钱不要, 就要这个女儿, 她越过妈妈盯着我, 别以为他们对你多好, 不过想着养你可以帮着干活, 过几年嫁出去, 还能收一笔彩礼钱, 你在她家也算是超生, 你看她舍得花钱给你上户口不, 我进了房间, 掏出户口本递给她, 置地有声, 爸爸妈妈已经帮我上好户口了, 胡良猛了, 反复翻看了户口本好几次, 我指着名字, 小叔, 看清楚了吗? 胡文音, 这是我的名字, 或许是被户口本刺激, 又或者是我叫她小叔, 胡良勃然大怒, 伸手来打我, 小兔崽子, 你叫我什么? 你们真是疯了, 有钱给她交罚款上户口, 没钱借给我, 让我带药组去看病, 爸爸一把拦住她, 现在文音实实在在是我女儿, 你不能打她, 两个哥哥也出来挡在我面前, 大哥微笑着, 小叔, 我的妹妹叫你小叔,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当初是你不要她的, 现在生什么气呢? 是不是只要在别人碗里, 哪怕是食也是香的? 胡良气得眼貌金星, 但那又怎么样呢? 一直以来他都是欺软怕硬窝里横, 大哥二哥已经一米七多, 尤其二哥是体育生, 练就一身剑子肉, 爸爸也很结实, 外强中竿的胡良根本不是对手, 只能兴兴离去, 临走时他愤愤说, 花这么多钱交罚款上户口, 你们两夫妻又丢了工作, 我倒是要看看以后你们能过什么好日子, 是啊, 生活是残酷的, 从来不会因为爸妈和哥哥的善良, 就多加眷顾, 三个孩子的重担压在肩上, 爸妈得努力寻找出路, 爸爸找了个超市装卸工的活, 工作时间很长很累, 很快肩上腰上就贴满了膏药, 有天他洗好澡, 让我帮他贴膏药, 我看着他发红发胀的肩膀哭了, 他还笑着宽慰我, 哭什么嘛, 看着吓人, 一点也不疼, 正好妈妈买完菜回来, 她最近总挑晚上去买菜, 菜饭快要收摊会便宜处理, 能省下来一些钱, 见爸爸宽慰我, 妈妈阴阳怪气, 哟, 在女儿面前逞能呢, 昨晚上是谁求着我帮他揉揉, 就该让他知道你的辛苦, 不然他以后能给你买茅台喝, 但靠爸爸养一家五口, 也很吃力, 妈妈也琢磨着干点营生, 思来想去, 多番考察, 他决定开个麻将馆, 那会还是手搓麻将居多, 妈妈从两个舅舅那借了一笔钱, 用了外公一个闲置的门面房, 买了四台电动麻将桌, 麻将一般分下午场和晚场, 每一场每个桌子抽二十块钱的水, 乡下的那些亲戚们听了职责舍, 打一场麻将要收五块钱, 谁钱多吗? 胡善他老婆肯定要亏钱, 买四台麻将机, 还有租门面这些, 好大的成本嘞, 其实爸爸也是不太支持的, 他自己不碰这些, 觉得麻将馆涉及赌博, 而赌博不是什么好事, 妈妈插着腰跟他理论, 饭都吃不上了, 还想这些, 我没那么高尚, 我要先把三个孩子喂饱, 那时候的生活真的很割裂, 国企职工纷纷下岗, 大批人员回流社会, 有些人如爸妈一样, 危机意识满满, 抠抠嗦嗦想着细水长流养孩子, 但也有些从不想以后, 拿着那笔补贴, 该吃吃该玩玩, 天天泡在牌桌上, 麻将打得昏天黑地, 那时麻将馆还属于新鲜玩意, 五块钱一场, 妈妈会准备将盐豆子茶, 小点心, 有些人饿着肚子来, 还会简单下一碗面, 一般有孩子的女人, 十一点半开始, 打到五点, 回家给孩子做饭, 也有些不回家, 继续打完场, 一口气打到十二点的, 妈妈会提供晚饭, 五块钱一个人, 有婚有素, 一开始客人不多, 但来过的人会帮着宣传, 自动麻将捉省手, 有吃有喝不操心, 也不怕缺腿打不起来, 偶尔有个神妖急事, 比如家里火没关, 孩子赶着接之类的, 妈妈也能搭把手, 渐渐地客人就多起来, 四张桌子都是爆满, 来晚了只能站一边看, 但哪怕只是来看牌的, 妈妈照样会给人倒茶水, 有段时间还流行转转麻将, 就是一张桌子五个甚至六个人打, 一旦有人胡牌, 那个人就要下场, 换等在一旁的人过来, 如此一来, 台费自然也要多收谢, 四张桌子, 一天净收台费160-200, 一个月五六千, 房子是外供的, 指向征性收收房租, 用的是民用水电, 成本也不算高, 两个月的功夫, 妈妈就把借两个舅舅的钱还上了, 还给舅妈们各买了一身新衣服, 妈妈忙得脚不粘地, 凌晨一点回家, 早上八九点起床准备, 她又添了两张麻将桌, 怂恿爸爸辞职, 跟他一起把麻将馆做大做强, 你那工作又累又赚不到钱, 爸爸不肯, 麻将馆一天到晚乌烟瘴气, 我受不了, 而且鸡蛋也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妈妈于是想招个阿姨帮忙, 奶奶听说后, 着急忙慌带着妈妈上来了, 苗苗, 你麻将馆忙不过来, 让你弟妹去帮帮忙, 她在乡下也没什么事, 你一个月给个三五百的工资就好了吗? 一家人总比外人放心点, 小沈将我拉到一边, 二妹, 一会跟你大妈说说好话, 你大妈疼你, 我要是能留下来帮忙, 到时候我们母女就可以重聚了, 我甩开她的手, 淡淡道, 小沈, 妈妈从来都是自己做决定, 我帮不上忙, 小沈红了眼圈, 你怎么叫我小沈, 我是你亲生妈妈, 你还在怪我是不是, 妈妈也是不得已, 但凡妈妈手上有钱, 怎么舍得把你送走, 妈妈也是一直在为你谋个好去处, 她还在哭, 大哥找了过来, 文音, 过来, 我给你辅导数学, 小沈还在辩解, 家文, 你从小最懂事, 你帮我劝劝二妹, 大哥皱起眉, 小沈, 她叫文音, 胡文音, 妈妈张着嘴, 一脸茫然, 她不能理解, 二妹和胡文音, 有什么区别, 不管奶奶如何施压, 小沈如何哀求, 妈妈依然拒绝了她们, 药组还小, 身体又不好, 需要亲生妈妈贴身照顾, 我怎么忍心让弟妹来干活呢, 你得二十四小时守着你卖女儿, 也要护着的儿子呀, 小沈被噎得满脸通红, 说不出话, 但她们也没白来, 妈妈给了奶奶一百块, 奶奶嘟嘟喃喃, 赚那么钱, 拿一百块打发叫花子吗, 妈妈一把将钱抽回, 嫌少就别要, 我的钱也是辛辛苦苦, 起早贪黑赚的, 小沈赶紧又把钱拿回去, 没有没有, 嫂子, 家文和家五, 有不要的就衣服没, 我拿回去给大妹穿, 妈妈皱眉, 大妹都读初中了, 你给她买点这个年纪该穿的衣裳, 小沈善笑, 家里这两年收成不好, 实在是没钱, 再说, 衣服只要干干净净就可以了吗, 她一个女孩子, 没那么多要求的, 小时候, 我总羡慕姐姐, 觉得胡梁和小沈爱她, 远远胜过爱我, 的确是更爱她一些, 不过, 那爱与皇太子比起来, 也稀薄得可怜, 或许是因为得到了足够的爱, 那一刻, 我不再计较她从前, 对我各种过分的小行为, 我变得不在意 过往承受过的那些恶意, 妈妈最后花四百块, 招了个临时工, 每天开门前帮着打扫卫生, 准备茶水这些, 奶奶在村里都快念烂了, 我家那个大媳妇真的不做人, 有这钱宁愿给外人去挣, 也不给自己递媳妇, 天天胡善而根子软, 什么都听老婆的, 我这个儿子是白养咯, 闲话也会传到爸妈耳朵里, 爸爸还会叹口气, 妈妈直接瞪眼, 你不服气, 你弟弟妹妹是什么品种, 你不晓得, 到时候请神荣誉送神男, 上一次请来的神变成你女儿, 这次你准备把弟媳妇请来做什么, 骚得爸爸满脸红, 骂道, 当着孩子的面, 你胡说八道什么, 他转移话题, 你现在麻将馆开得那么大, 也要注意点, 当心别人嫉妒, 其实那时已经有人嫉妒了, 吃螃蟹需要勇气和智慧, 跟风却很盲目容易, 妈妈的麻将馆生意火爆后, 越来越多的麻将馆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冒出来, 那时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小小的县城, 竟然有那么多一天到晚铺在麻将桌上的人, 有些人靠着啃老, 有些人靠到处借, 有些人靠着老公打工, 还有些人, 靠着出卖色相, 麻将馆里男男女女那些龌龊事很多很多, 虽然麻将馆很多, 但妈妈开得早, 服务又好, 客源还是比较稳定的, 他对我们出手比以前大方多了, 零花钱都是五块五块地给, 他有余钱送两个哥哥去上补习班, 还给我买最实心的裙子, 问我要不要上兴趣班, 画画,舞蹈,音乐这些都可以, 他听客人说, 省城的父母都会送女孩子学这些, 气质好, 中考能加分不说, 长大后也好谈对象, 只是再也没时间给我们做早饭, 管我们的学习和生活, 我能理解他, 他很累, 因为总是熬夜, 精气神也不如从前好, 赚钱和管孩子, 哪怕是现在高知的打工人, 想兼顾都很难, 但对孩子放手的结果就是, 没有绝对的自制力, 就很容易滑入深渊, 我那时还在小学, 对世间的光怪陆离接触得少, 大哥二哥却已经上高二了, 大哥还好, 一直履行了当初的诺言, 保持年级前三, 没有要爸妈出过学费, 但二哥就不行了, 他本来就是脱江的野马, 只有妈妈威慑得住, 如今妈妈一天忙到晚, 根本没时间管他, 又给他很多零花钱, 他把那些钱都花在游戏厅了, 高二暑假的期末考, 他考了年级倒数三十名, 当初他是靠体育加分进的义中, 也的确是排在年级靠后, 但在他之后还有自费生, 二哥比高一入校时, 滑了一百五十名, 这个成绩就是靠体育, 也考不到好学校, 更要命的是, 二哥自己拿回来的成绩单上, 他的名字是正常的, 妈妈拿到真实的成绩单时气炸了, 发出爆吼, 我给你报补习班, 不限制你花钱, 你就拿这样的成绩来糊弄我, 二哥吃惊发问, 你怎么知道的? 大哥淡淡道, 我给妈的, 家五, 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这已经不是二哥第一次骗妈妈, 此前他一直央求大哥给他打掩护, 妈妈暴怒, 拿起一架子往二哥身上抽, 我辛辛苦苦赚钱养你, 你还拿假的成绩单骗我, 你这样下去考不上大学, 你准备怎么办? 去工地上搬水泥吗? 二哥不服气, 一边躲一边回, 我本来就不喜欢读书, 我就没那个脑子, 大不了高中毕业后, 我继承你的麻将馆吗? 哥哥读书, 我跟着你开麻将馆, 不也挺赚钱的吗? 妈妈挣住了, 眼眶慢慢泛红, 不知是哭还是笑, 麻将馆, 我没日没夜赚钱, 想送你走得更高, 结果你要跟着我开麻将馆。 他丢了一架, 失魂落魄进了房间, 隔着门, 我们听到了他痛苦的哭声, 二哥靠在门边, 低声道, 妈, 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料吗? 我一看书就脑壳痛, 你别生气了, 那天夜里我没睡好, 半夜起来上厕所, 看到爸妈房间还亮着灯, 爸爸说, 孩子们读书的钱, 咱们也存得差不多了, 回头还是把麻将馆关了吧。 你看那些天天泡在麻将馆里的, 有几个是家庭和谐幸福的, 他们的孩子, 从小没爸妈的照顾, 又有几个有出息。 妈妈低声道, 我再想想, 妈妈的麻将馆开在城东, 就在二哥事件后, 没两天, 城西的麻将馆出事了。 有个客人爱打麻将, 天天孩子小又很吵, 那时候药物管理还不严格, 他就买了些安眠药, 碾碎了喂给孩子吃, 这样晚上他就能出来打麻将了。 结果那晚也不知怎么回事, 孩子中途醒了, 找不到妈妈, 爬到窗台, 从五楼摔下来, 死了。 孩子爸爸是跑长途车的, 那天提前回来, 在楼下看到了孩子满身是血的尸体。 住一楼的老太太还说, 此前一直听到有孩子在哭, 以为是野猫发青了。 想来是那个孩子摔下来还没死, 一直乌咽着, 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 孩子爸爸疯了, 提着菜刀跑到麻将馆, 把自己老婆砍死, 同桌一起打麻将地 砍死一个, 砍伤两个。 这么大衣装命案, 一夜之间尽人皆知, 给自己亲生儿子喂安眠药, 真的很心。 三柄, 是的爱, 听说那个麻将馆全是血, 五万, 碰, 老板娘都被抓了, 二条, 糊了糊了, 麻将的撞击声此起彼伏。 那天是周末, 我听到妈妈给一个老客户打电话, 李姨, 身体还好吧, 这两天怎么没来打麻将? 李奶奶中气十足的声音 透过话筒传来, 我好着呢, 我儿子跟我吵了一架, 说我赶去就把我送回乡下, 气死我了。 李奶奶的儿子是工商局的, 他一周至少要在我家打七八场麻将, 但凡他要在这吃饭, 妈妈总是要单独 给他烧一份软烂些的菜, 有时候太晚, 妈妈还会将他送到楼下, 他儿子没在麻将馆露过面, 但以前也没阻止过老母亲打牌。 那天晚上, 妈妈关门回来, 满身疲惫, 第二天一早他破天荒给我们做了早餐, 说, 我决定把麻将馆关了, 以后好好盯着你们的学业。 胡家武, 左看右看什么, 说的就是你。 别想着继承麻将馆的事, 你要是不好好读书, 我就让你去工地上搬砖头。 很多老顾客打电话来问妈妈 怎么不开门。 妈妈说以后都关张了, 还贴出了转让机器的告示。 家属院的无神也开了麻将馆, 阴阳怪气的, 怎么突然不开了, 钱赚够了。 不想开了, 出了这样的事, 这段时间恐怕要清查, 你也小心点, 最好是避避风头。 无神不以为然, 出事的地方在城西, 跟我们城东有吗子关系? 有钱不赚是蠢吧? 你那几台麻将桌, 什么价能出? 他押了个低价, 妈妈反复要他考虑好。 无神却以为妈妈要加价, 最后妈妈不再多说, 一定全处理给他了。 很多人都骂妈妈蠢, 说这么赚钱的营生, 说不干就不干了。 而且完全可以连场地带机器一起转让, 慢慢谈, 肯定能谈个好价钱。 又不是急着等钱用, 何必这么低价处理? 奶奶和小沈, 他们在乡下, 口水都快骂干了。 然而就在妈妈关张后不到五天, 县里来了一番大清查, 所有的麻将馆, 全部都被关停了。 那会开, 这个是野蛮生长, 没人去办证的。 没出事, 上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那些人不上班的时候, 也是经常泡在麻将馆里的。 但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社会影响很恶劣, 省里的新闻台都做了报道, 那就必须要动作。 无审所有的机器都被收走销毁, 还罚款了一大笔钱。 他大骂妈妈, 阴险狡诈。 大家此时又纷纷夸妈妈, 有远见有眼光, 及时抽身。 可没几天, 警察找上了门, 给了妈妈一张罚款通知单。 他们说, 本来你们都关门散场了, 这事就该了了。 但我们也没办法, 有人举报。 举报了, 我们就得查, 查实了就得处理。 用脚指头也能想到, 举报的人是谁。 那笔罚款掏空了大半妈妈这两年存下来的钱。 好在那时, 爸爸听妈妈的话去考了挖掘机的驾照, 并且已经拿到了证。 他宽慰妈妈, 咱也不亏。 咱也不亏。 这两年吃喝都是顶好的, 多少还剩下点钱。 再说, 我现在拿到了证, 往后赚的肯定比装谢工多, 日子总能过下去的。 风光时, 大家表面笑嘻嘻, 被地里嫉妒你。 落魄时, 大家表面安慰你, 被地里幸灾乐祸。 很多人都在看我们一家的笑话。 辛辛苦苦赚点钱, 一夜之间全交了罚款, 白忙活一场。 为了开麻将馆, 两个儿子的学习都没管, 他家老二都全年级倒数了, 最多读个专科。 就这样, 还要替别人养女儿, 我倒要看看养出个什么名堂。 那时妈妈生活骤然失去重心, 加上到底受了这些议论的影响, 情绪有些低迷。 不久后, 我去参加演讲比赛, 一等奖有100块现金。 我卯足了尽头, 每天上厕所和洗澡时都在练, 爸妈也被我拉着当了无数回观众。 二哥笑我, 文殷你以后要当总统吗? 大哥指导我, 别那么生硬, 自然一点放松一点。 后来我如愿拿到了第一名, 爸爸用借来的相机咔咔咔给我拍照, 妈妈站起来拼命地鼓掌。 我听见他骄傲又激动地 侧身对着周边不认识的家长说, 第一名是我女儿, 胡文殷是我女儿。 我拿着钱偷偷去了首饰店, 100块太少了, 只够买一对小小的银耳环。 晚饭桌上, 我把耳环拿出来放在桌上, 妈妈, 这是我用奖金给你买的。 我不是画饼, 等我以后长大了, 我再给你买金耳环金项链。 这些年, 妈妈赚了不少钱, 她舍得给我们买鸡买鸭买衣服上福导班, 却始终不舍得给自己买耳环买项链。 妈妈拿着盒子看了又看, 眼睛红了, 你这孩子, 浪费这钱做什么? 又茫茫将耳朵上的茶树棍子取下来, 胡扇, 快帮我戴上试试大小。 爸爸一边戴, 一边酸溜溜, 还是当妈妈幸福, 由女儿惦记。 我从口袋里摸了摸, 爸爸, 我也给你买了东西, 是一小瓶五粮液。 这是赠品, 店家本来不肯卖我的, 我好说胆说, 把自己身世坦白了。 老板很感动, 收了我十块钱。 我有些不好意思, 爸爸, 我身上钱不够, 等我以后赚钱了, 一定给你买茅台, 我一直记着呢。 还剩下几块钱, 我给两个哥哥 一人买了一支笔。 那瓶酒, 爸爸不舍得喝, 就放在家里酒柜 最显眼的位置摆着。 每次来了客人, 只削人家瞟上一眼, 爸爸就会乐呵呵地说, 这是我女儿上次演讲比赛 得了一等奖, 用奖金给我买的。 妈妈就更不用说, 带着耳环往家属院乘凉的大爷大妈那钻。 人家一问起, 她就云淡风轻地说, 我家文音用奖金给我买的。 小孩子不会选, 这款式太实心了, 都不适合我这个年纪。 买都买了, 也不好叫孩子伤心, 勉强戴下算了。 她还说, 以后要给我买金耳环金项链, 一天到晚就知道 给我灌迷魂汤。 那段时间, 都是二哥顺路骑车 送我去小学。 秋日的风刮在脸上凉凉的, 我抱着他的腰, 大声问他, 二哥, 你发现妈妈长了很多白头发眉。 二哥杀住自行车, 回头看我。 我朝他笑笑, 二哥, 咱们得听话些, 不然妈妈会老得很快。 说不定我们还长大, 他就很老很老了。 那一刻, 蒸蒸铁骨的二哥红了眼, 转过头闷声闷气, 嗯, 我知道了。 从那以后, 二哥认真起来, 经常看他拿着题去问大哥。 后来大哥很抓狂, 这都不会, 这也不会, 这个还不会。 你上课耳朵漏风了吗? 抓狂归抓狂, 但他从不会拒绝二哥问问题, 还总抽时间考二哥。 弄得二哥也很焦虑, 这我也不会, 这个我也不会, 我这时间是不是来不及了? 被妈妈一巴掌拍在后脑勺上, 有那时间瞻前顾后, 不如好好地干。 你多用心十分钟, 就多考一分, 这一分说不定就是本科和专科的区别, 是二本和一本的区别。 二哥抱头数窜, 还一本, 妈你饶了我吧。 我的目标就是个二本。 妈妈的手慢慢放下, 小声道, 二本也行, 不把目标定高点, 你小子就想着读三本了。 妈妈的确不是瞻前顾后的性子。 短暂地失落后, 她重新找到了营生, 在农贸市场门口 开一个卖石砸百货的店。 这种店铺一般都是早上上午比较忙, 下午后基本就没多少生意, 晚上五六点能关张。 回来后, 她还能给我们做晚饭, 再准备好第二天的早饭。 爸爸也不是天天开洼鸡, 他有时间也会帮忙顾店。 如此一来, 妈妈有时间关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 有人劝妈妈, 两个儿子都在念高三, 你索性停一年, 等他们考上大学再说。 妈妈笑笑, 孩子们是很重要, 但我自己也想找点事做。 成天围着他们打转转, 他们紧张, 我也紧张。 我没多少文化, 又不能辅导他们学习。 现在这样, 正好也能照顾到他们吃喝拉撒。 再说, 要是真能顺利考上大学, 我也得准备好钞票啊。 那时的妈妈说不出什么大道理, 但她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 爱孩子, 也不能弄丢自己。 爱是浇灌, 是呵护, 是陪伴, 是后盾, 不是捆绑, 不是束缚, 不是寄生。 我们只有先做好自己, 才能有余力去爱别人。 妈妈风风火火雇电, 烟熏火燎给我们做饭。 和东师吼血二哥, 温柔小意夸大哥。 在时不时找找爸爸和我的茶, 就这么不知不觉的, 两个哥哥高考了。 考前妈妈做了很多的工作, 去了寺庙请如来佛保佑, 给三清真人上了香, 又去找算命的补了一挂, 还去祖宗坟头上烧了纸钱。 考试那天, 让两个哥哥带上了开光的吊坠。 二哥都笑了, 妈, 你这一天天干啥呢? 请这么多神仙你, 不怕他们打架。 妈妈狠狠瞪他, 你给我闭嘴, 好好考试去吧。 考试那两天饮食精心搭配, 地板一尘不染。 家里的蚊子都不敢乱出声。 考完后, 我跟爸爸去接大哥和二哥。 二哥给妈妈打电话, 妈, 我饿死了, 今晚吃什么好吃的? 妈妈吼他, 吃中午的剩饭剩菜。 你都考完了, 还把自己当盘菜呢? 我这忙着进货呢, 回头再说。 电话被撂了, 二哥一连猛。 但妈妈回来时, 还是买了点凉拌猪耳和牛肉。 出成绩前几天, 妈妈又把高考前那些操作再来了一遍, 也不知道最后是谁显了灵。 大哥稳定发挥, 去了这打。 二哥表现还不错, 离一本县只差九分, 填写了本省一所理工大学。 大概是走狗屎运吧, 他入学时那所学校还是二本, 等他毕业那年, 学校升级了, 成了一本。 每当说起这个, 他总得意洋洋。 你看, 学历好, 不仅可以靠自己努力, 也可以靠学校上进嘛。 毕业后, 他远走北京求职, 反而是大哥回到了省城。 大哥素日寡言少语, 但他才是恋家心系的那个。 二哥满嘴抹蜜, 其实热爱自由, 喜欢四处奔走。 两个哥哥进了大学不在身边, 爸妈的一腔爱子之心 全都倒在我身上。 关心我的学习, 敲打我是不是早恋。 看到我跟哪个男生走近一点, 就话里有话, 能说上好几天。 二哥寒暑假经常兼职, 或者出去穷游, 大哥倒是次次回来, 盯着我的学习, 各种辅导我。 隔三差五, 还给我打电话, 问我成绩如何, 在学校是否遇到麻烦。 有次我跟他吐槽, 班主任不太喜欢我。 他问过班主任的名字后, 说了句, 下次他找你查, 你就说你是我妹妹。 嗯,这能行。 我好奇地试了下。 嘿,你别说, 真有效果。 张老师经常满是惋惜看我, 哥哥这么聪明, 你怎么就没遗传到一样的脑壳呢? 你更像你那个不太灵犯的二哥。 是啊, 我远远没有大哥聪明, 但比二哥还是好一点, 所以最后比一本现超了十几分。 你猜怎么着, 我报了二哥当初那所大学。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 足足笑了三分钟, 气得我撂了他电话, 最后为了弥补, 他给我买了个新手机作为升学礼物。 拿到录取通知书时, 我已经在做兼职了, 是张老师给我介绍的家教。 他说, 你虽然没你大哥聪明, 但学到了你大哥的学习方法, 你把这法子交给其他学生, 也挺好。 大哥和二哥考大学时, 爸妈办了酒席, 按我的想法, 这次就不办了。 妈妈一拍桌子, 办, 必须要办, 得让村里的那些老古董们看看, 女孩子也是可以上大学, 有好前程的, 省得她们天天都说我浪费钱。 再者, 我们这些年送出去的礼金, 总要收回来吧。 酒席定在县城最好的饭店, 席面也很高档, 爸妈还专门包车去村里接人来吃饭, 倒也不是为了显摆, 小地方的人情网错综复杂, 这些年爸妈虽然在县城里生活, 但乡下各处的礼金一点也没少给。 有去的有回呀, 爸爸买了好多挂万字编, 又买了十几个礼花, 租了好几个拱门, 还请了个乐队, 弄得比人家结婚都热闹。 二哥酸溜溜的, 哟, 好大的排场。 那时候, 我跟大哥双喜临门, 你们也就放了六挂万字编。 妈妈插着腰道, 要怪就怪你, 自己没赶上好时候。 你跟你哥考大学那会, 我的杂货铺刚盈利, 但这几年我都开了好几家店, 日子好过了, 排场自然也得起来。 再说, 你爸就这一个闺女, 不得撑着点门面。 二哥打趣她, 哟, 那文音不是你闺女, 妈妈给她后脑勺来了一下。 帮忙招呼客人去, 别在这耍嘴皮子。 是的, 妈妈这几年生意越做越大了。 一开始卖些油盐酱醋, 后来又盘了个干货店, 卖干木耳花生黄豆之类的。 之后又弄了个动货店, 卖鸡翅, 鸡胸肉压腿烤串。 前两年她还在省城同一个小区买了四套房子, 说一套给大哥, 一套给二哥, 一套给我, 一套他们自己住。 房子是一天都没住上, 价值却已经翻了一番。 那是个顶好的时候, 经济飞速发展。 只要你抓住机会, 就能捞到钱。 我能考上一本, 除了大哥的辅导外, 就是他砸钱送我上了许多辅导班, 给我找了不少一对一家教, 才硬生生将我拖了上去。 宴席上, 主持人把话筒递给我, 问我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 我没有什么经验, 但我有两份用打工加压岁钱买的小小礼物。 第一是给妈妈买的十颗金项链, 那时候金价还挺便宜的。 第二是给爸爸买的一瓶茅台, 自然也不要现在这么贵。 妈妈红了眼, 让我给他戴上。 我附在他耳边轻轻说, 妈, 以后我再给你买大拇指粗的项链, 妈妈撑我一眼, 那是狗链子, 你想熬断我脖子, 这就很好。 他抚摸着脖子上的链子, 轻生责备, 你做兼职多累, 以后可不许这样乱花钱了。 爸爸当场就老累纵横, 有人起哄让他把茅台开了喝, 他一把护在怀里, 不行不行, 这得留着文英结婚的时候, 再拿出来喝。 人人都在夸我, 夸我聪明, 夸我漂亮, 夸我孝顺, 夸我好福气。 我想起小时候, 那时我又黑又瘦, 村里人都说像是猴子下了山, 说我样貌不如姐姐, 长大估计嫁不到姐姐那样的好人家。 对了, 我考大学那年十九岁, 姐姐二十二, 她在二十岁那年, 经由胡梁和小沈做主, 收了六万六的彩礼, 相亲嫁人了。 来参加宴席时, 她手里抱着个一岁的小姑娘, 趁着空当, 她抱着孩子来跟我说几句话, 妞妞叫小姨, 小姨考上大学, 可厉害了, 妞妞以后也要跟小姨一样厉害, 她将胳膊上挽着的袋子递给我, 文音这是给你买的, 是一条新裙子, 她笑了笑, 对不起, 小时候总是欺负你, 我那时候以为爸妈不喜欢你, 他们很爱我, 后来才知道, 他们最爱的是弟弟, 为了他, 我们都是可以被牺牲的。 我跟你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我心中感慨, 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只问, 姐夫对你好吗? 就那样吧, 没什么大毛病, 就是爱喝酒抽烟打牌, 天天催着我生二胎儿子, 但她对妞妞也还是挺宠的, 你为什么要听他们安排嫁人? 姐姐抬眸看我, 笑了, 我们不一样的, 你六岁就离开这个家, 你跟弟弟没感情, 可她是我一手带大的, 我知道这样不对, 可又没法眼睁睁看着她不管, 我知道爸妈偏心, 我又不能跟他们绝交, 姐姐搂紧孩子, 就这样吧, 我不会再生了, 以后带着妞妞好好过。 爸爸带着我挨桌敬酒, 到了小沈和胡梁那一桌, 小沈推着堂弟, 药祖, 教姐, 这可是你亲姐。 堂弟低着头打游戏, 不情不愿叫了一声, 小沈善善笑着, 她就这样, 但她心里拿你当亲姐姐的, 说话间她眼睛已经红了, 看着你现在有出息了, 我真是太高兴了。 胡梁已经喝了不少酒, 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药祖是你亲弟弟, 以后你们要互相帮衬。 我微笑着, 我会跟堂弟互相帮助的, 互相帮助, 他不帮我。 我自然也不需要帮他, 胡梁拉下脸, 你少嬉皮笑脸的, 没良心的种。 你给他们又买金子又买酒的, 怎么一寸长的东西都没给我们买。 别忘了我可是你亲爹, 你六岁以前都是我跟你妈养的, 就是我以后要你养老, 你也没得二话说。 有些人就是骨头剑, 非要挨对才舒坦。 我脸了笑容, 小叔, 你记性不好, 我帮你回忆一下。 当初你是为了生儿子, 才将我送走的, 你还想把我卖给别人做童养席。 六岁前我没有穿过一身新衣服, 没吃过饱饭, 隔三差五就要挨打。 到了我爸爸妈妈身边后, 你们从来没有出过一分钱的学费和伙食费, 反而还从我爸妈这抠走了不少钱。 现在看我考上大学了, 又开始说血缘关系, 让我养老了。 可以啊, 那你把这些年我爸妈为我花的钱, 一分一离的, 全部还上, 我置地有生, 我保证给你养老。 胡粮发横了, 我哪来的钱, 我哪里有钱。 胡善有钱, 他们是自愿养你的。 我狠狠将桌子的碟子往地上一贯, 那你听好了, 我叫胡文音。 户口本上是胡善和郑苗苗的女儿, 他们养大我教育我。 两个哥哥一直护着我, 我只认他们是我爸妈, 只认胡家文和胡家舞是我的亲哥哥。 我以后也只给胡善和郑苗苗养老。 你老了, 可以靠你卖女儿, 也要生的宝贝儿子来养。 这是我的生学宴, 你要是闭嘴, 就有你的一个位置。 你要是继续想当我爹, 门在那儿, 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 席间的人很多都清楚当年事情, 纷纷劝和。 胡良, 有什么话不能以后说, 大喜的日子坐下来吃饭吗? 就是, 当年这个女儿是你自己送出去的, 怪不了别人。 对啊, 养老本来就是儿子的事。 小沈也不停拽她, 坐下, 坐下吃饭, 别发酒疯。 今天是二妹的好日子。 她低声难难, 早知道二妹这么有出息, 当初就该送大。 话到一半, 碰到姐姐灼灼的目光, 她又咽了回去。 胡良最终还是坐下, 一个人喝了许多闷酒。 客人散尽, 我们处理好后续事情出来, 外面下起了大雨。 我忘了带伞, 爸爸的车停的还有些距离。 我看着连绵的雨幕, 落后几步的妈妈跟上来, 从包里摸出黑色的大伞。 下车的时候, 我就让你把伞放书包里, 你就是不听。 你看, 果然下雨了吧。 这么大个人了, 总是丢三落四不听话, 你到时候去读大学, 谁还管你哦。 我蹭到她怀里, 那我就不去了, 我留在家里陪你, 跟你一起做生意。 妈妈将雨伞倾到我这边, 滚滚滚, 滚圆点, 让我跟你爸过点清静日子。 妈, 我要去读书了, 你会不会想我? 我才不想你, 我求之不得。 但我肯定会很想你的, 我到时候, 每天都给你打电话。 我哪有空天天接你电话, 我忙得要死, 我就要打。 我一天打一百个, 大雨哗啦啦, 渐渐演出我们之间的拉扯。 我的人生, 仿佛在这一刻尘埃落定, 又好似, 才刚刚开始。 后继, 大学很好, 很自由。 我跟同学们处得不错, 也参加了很多社团, 做了一些兼职, 每天忙得很。 自然也忘记了当初跟妈妈说, 要天天打电话烦她的事, 导致有天我给她电话, 她酸里酸气地说, 有些人当初说得好听, 要天天打电话给我, 现在倒好, 十天半个月都没见个影。 只有要生活费的时候才积极。 哪有那么夸张, 我一周至少给你打了两次。 有吗? 我感觉你半个月才打一次。 我笑嘻嘻, 那肯定是你想我了, 所以度日如年, 我马上十一就回去陪你。 哼, 我想你个屁。 妈, 我拖长调子, 妈, 我, 那个。 妈妈的声调立马变了, 哟, 我就说今天怎么这么积极, 没生活费了吧? 开学给了你一千五百, 一个月不到就用完了? 刚开学, 买了不少东西, 又交了些费用, 我撒娇卖吃, 好妈妈, 爱妈妈, 你再接济我一点。 没有, 电话挂断了, 那天午休我做了个梦, 梦见六岁的自己, 诚惶诚恐地接过妈妈递给我一块钱的零花钱, 需要用多少精力, 付出多少爱, 给多少的陪伴和安全感, 才能让当初那个畏缩懦弱的女孩, 变成如今大方爱撒娇的模样呢。 若是没有妈妈, 我的人生会滑落到什么境地呢? 真是想想都让人恐惧, 自梦中醒来, 手机里有银行入账一签的短信, 诶, 我就知道, 我这个妈妈呀, 一直将我放在最心间肩上。 小沈一家有了药组, 但过得也并不好, 她和胡梁的基因大概也就那样, 药组没考上像样的高中, 后来找爸爸借钱, 自费进了二中。 或许你们会说, 爸爸还是太心软, 但人就是很复杂, 如果他不心软, 当初就不会收留我。 她也知道自己的问题, 所以家里长大全的是妈妈, 她能露出去的都是些小钱。 有次她因为接济胡梁, 被妈妈骂, 她沉默了半天, 说, 胡梁到底是我弟, 她小学毕业就辍学了, 而我读了初中, 说到底, 也是我侵占了她一部分资源。 妈妈也就是发发脾气, 不可能彻底断了大伯与胡梁的来往。 老一辈的人, 对于血脉亲情比我们更执着。 爸爸能做到分辨是非, 不盲目倒贴, 已经很难得了。 要组高中混了三年, 考了个很不入流的专科。 专科出来, 找不到好工作, 更谈不到合适的对象, 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家里啃老。 胡梁后续还提过几次让我养老的话, 四次都被我兑回去。 妈妈也插着腰说, 要是再赶来烦我, 休想再从爸爸那拿走一分钱。 她便不说了。 再后来, 要组托了好些年, 胡梁夫妇四处借钱。 凑了二十多万彩礼, 还是结婚了。 婚后, 儿媳连生了两个女儿, 小沈和胡梁催着生三胎。 反正现在国家开放了, 三胎又不罚款, 怕什么? 不生个儿子怎么行? 那时我已读研, 毕业成家, 妈妈的生意 也转移到了省城。 她跟爸爸依旧很忙。 两个哥哥的孩子, 她一个也没带。 月子中心和月嫂的钱, 倒是都给够了。 她说, 我有自己的事要做, 我才不想带孩子。 我一直都不喜欢带孩子。 当时也是看你能帮着干家务活, 才收留你的, 要不然早给你扔了。 因为她不参与育儿, 只负责掏钱, 跟嫂子们关系处理得极好。 我生好孩子后, 她鼓励我继续自己的事业。 孩子重要, 你自己也很重要。 爸妈是有钱让你在家带孩子, 但你成天围着孩子赚, 心里容易不健康。 女人更应该要自己赚钱, 这样才有底气。 是的, 妈妈一直如此。 她与爸爸相互扶持一生, 却又从未弄丢过自己。 她爱我们, 我们却不会是她生活的全部。 她没有太多文化, 但她却活出了 比我精彩许多倍的人生。